妳在玩 好 我今天要講就是 這一個坑 就是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 DreamV舊松團 每兩個月會辦一次黑客送 那就是有一個坑 它是每兩年會出現一次的 那上一次是2018年 那下一次可能會是2020年 那就是 DreamVsame 那這個是去年的時候 就是所有 DreamVsame的功能 一起拍的合照 那我們就是 現在就是想要來跟大家討論這件事情 那今天就是主要 我要先來跟大家講 目前的現況 那今天希望可以有 徵求對 DreamVsame 2020有興趣的人 然後 邀請你就是來下面這裡簽名 那我要先 那我要先回來說這件事情 就是 DreamVsame 2018 其實到目前為止其實還沒有結束 對 就是我們歷經了非常 因為我是 我也是去年的工人 所以 去年的一個狀況 是因為去年的 募款組就是非常努力的募了很多款來 然後我們會有非常多事情要去做 那有一件事情是 就是我們要做完一些承諾的事情 我們才能達到一些款項 所以 因為還沒有結束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些事情就是還沒有完成 所以 但是 DreamVsame 2018 我們把它在去年之後就解散了 那我們這些事情就 就是 就尾由 DreamVsame 2020 繼續維持 所以 就繼續 follow 這個可能一直到現在 所以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個坑順利的交給 就是 下一個 可能是 DreamVsame 2020的坑主 所以目前的現況是這樣 然後 目前有開始討論這件事的人就是我 然後跟直浩 跟 PM5 然後 我們有討論過了一次 也就是所謂的領酬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一月中的時候 有下一次的籌備會 然後希望你 如果是對於Same有興趣的 不管是你想要參加議程組 或是 場務或是直播等等 你都可以來簽名 那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我們還沒有開始募款 所以希望 對於任何 Same有募款想法的朋友 希望可以來多多討論跟指教這樣子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募款 募款 跟募款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因為 DreamVsame一直是走 就是 組織化的 運作模式 也就是DreamVsame的工作小組 是有一個具體的組織去做這件事情的 那我們要討論另外一件事情是 那我們之後還要繼續這樣做嗎 或者是它可能會變成另外一種事情 或者是 有人曾經提出過說 要不要來做合作社 就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就是 以DreamVsame 2020為主的一個合作社這樣 那 不管你有任何想法 就歡迎你來簽名 然後 都可以來找我討論 那我們下一次可能是一月中 謝謝 那個 兩年出現一次 我們